防疫保障临时通行证呢 是在封控期间 车辆临时通行的证明 是由市级主管的这个业务主管部门 或者是各区政府来发放审核的 那么这个证件呢 它主要是用于我们疫情防控 我们市民的这个紧急就医 物资保障 人员转运 城市运行 还有应息处置等情况 是防控办也明确了 谁主管 谁发证 谁负责 要求发放的这个主体 必须从严发放 同时在发放的过程当中呢 要做好审核登记备案 有据可查 那么在使用这个通行证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违反了我们相关的防疫规定 或者是干扰我们的防疫的正常的秩序 造成了较大的负面的影响的话 对相关的单位和个人 要严肃追责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欢迎社会的各界进行监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